电视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詹庆林 欢迎收看今天第一集的MIT征战录 MIT这三个英文字母缩写 过去在国际之间 总是好像被认为是所谓廉价品的代名词 不过随着台湾的产业升级转型 精益求精注入创意 现在的MIT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甚至在国际之间 已经被认同为是优良产品的代称 MIT征战录 我们就是深入台湾的各行各业 但您了解 这些台湾的优良产品 是如何在国际之间发光发热的 而在今天 我们首先要从饮食文化的输出开始看起 说到了台湾菜 当然就是所谓的台菜料理 在台湾吃到并不稀奇 但如何在国外也吃到一模一样的台菜道地口味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包括了食材跟做工的掌握都必须要规则化跟标准化 首先我们就要来看看 究竟这台菜料理是如何成功的在海外打响名号 香煎猪肝 菜煲能 台湾人再亲切不过的味道 但对各地华人或者亚洲国家来说 却私诚相识也有点陌生 什么是台湾菜啊 当我们把台菜到了中国 到了日本到新加坡 甚至将来的欧美的地方 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对我们的认识其实是有限的 要让消费者想品尝 就得先让消费者懂你在卖什么 民国66年从台北市双城街的巷洞里 是一张桌子起家的新业餐厅 如今相关企业已经多达18家 触角还延伸到海外 新加坡 日本 北京都能见到身影 而让很难中央厨房统一供料 必须现场制作的台菜 在国际站稳脚步靠的是这个 冰箱我们大部分有放一些平面图 所以我们在30秒以内 很快就可以找到东西了 冰箱不止冷藏 里头食材分门别类 就像档案夹一样有规则 每道菜要用多少量也有标准 这个分的有大小 比如说猪肝 我们小小分的一分是四两 每个动作都有SOP 像是招牌菜波能 一时菜波 三颗鸡蛋 有专人负责 确保每次煎出来 都能是漂亮的圆形 其他菜色当然也不马虎 分工更细 光是一道煎猪肝 欺骗师傅 调味料理都是不同人 蔬菜 海鲜 甜点 长锅产 厨房里各司其职 就像把中式餐厅当成了素食店 就算是没接触过台菜的外地厨师 花个半年时间就能上手 红味当然也要依照当地习惯做调整 阿油腰花 我就会上一个小辣椒 这个我们的辣椒跟酱油 当地人你可以沾着吃 够味 台湾人呢 吃原味 融合西餐做法 接受度跟着提高 同样是台湾餐厅进军国际 顶台风小笼包做工相对较单纯 技术转移容易 台湾展店已经超过70家 台菜推向国外 门槛较高 食材限制更让欧美地区 有着难以跨越的繁离 但至少有人跨出了第一步 找到全球物举的机会 说到了台湾的饮食文化当中 除了台菜料理之外 还有非常独特的茶饮文化 尤其是珍珠奶茶 现在在国际之间已经相当的有名 大家都知道 来自台湾的珍珠奶茶最好歌 但是如何把台湾的珍珠奶茶 从台湾拓点到海外去 也是一门不小的学问 例如说刚开始的时候 从台湾到中国大陆到东南亚的时候 为了维持品质 就是坚持用直营的模式 不过这一套到了东北亚 恐怕就行不通 尤其像是韩国人民族性比较强 因此必须要采取一些弹性的做法 从直营变成愿意下放加盟全部说 还必须要让可谓更加的在地化 台湾连锁茶饮店 2007年拓点大陆达到800家 再往美国跟东南亚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就怕技术外流坚持直营加盟 被派到各国的主管都是台湾人 有的有业者分红 有的出资持有经营股份 不是只是单纯的放加盟权 给当地的伙伴 然后就是去让他们去 比如说自己做经营 是一个品质的维持 区域经理至少得在台湾受训两年 从管理 行销到担任督导 还要针对各国喜好 以珍珠元素当基底 研发各种在地化口味 我喜欢这个品质 我觉得它比其他品质更好吃 至于里头的珍珠 茶叶等原料 都是从台湾低温配送到国外 品质能有效维持 但因而提高的成本 该如何控制是成功关键 最难点的地方的时候 最主要还是由于当地的人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一些教育观念 可能对我们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另一家茶饮业者走进南韩 配合当地文化 从主管到店员都得在地化 虽然南韩女大生爱喝珍奶 但也要店员是韩国人 才有生意上门 有店家开放当地加盟 带着台湾品牌挑战东北亚市场 也有业者坚持直营 抄东南亚迈进 经营策略不同 但都希望用MIT风格 在国际间打响名号 台湾人对于饮食的创意 是非常先进的 不只讲究的是饮料本身 就连手上盛装饮料的这一个杯子 也不能够马虎 于是有业者花了八年的时间 多达两亿元的经费 研发出您现在看到的 这一种防烫溶杯 这种溶杯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在纸杯的上面 有一层薄薄的发泡膜 就是靠着这一层发泡膜 可以使得在盛装热饮的时候 不烫手耐高温 甚至还可以微波 现在在一百多个国家取得专利 甚至在最近已经取得了 美国最大连锁咖啡店的订单 千金可取 纸杯外层摸起来 是特殊的绒毛质感 号称防烫保温 而且新销国际 印刷裁切 再漆上一层胶 一个个纸杯 顺着风管 往下送到二楼 人工目视检查 有无瑕疵 再送进大型的烘烤箱 高温发泡成品出炉 小小纸杯 让美国最大的连锁咖啡馆 点头签约 因为基本上 国外对环保这个观念 他们是非常要求 非常对这个环保的材质 非常讲究 那国外接受度 目前我们都可以接受 我们这个产品 一个特色跟它的价格 准备好几份检验报告 替产品背书 最大突破就是能微波 不过一般纸杯 一个约一块两毛 铺套要六毛 总价一块八 防汤熔杯 单价两块钱 过了两毛 以知名连锁咖啡厅来说 一天卖四千万杯咖啡 等于每天增加成本八百万元 但张静文成功签下合约 光是美国地区 未来每天能进账八千万 我们基本上花掉超过两亿的资金 在这个产业默默地在这个地方 张静文做了三十多年的纸杯 九年前决定要创造 跟大家不一样的纸杯产品 前后攒了两亿 研发外层的发泡胶 让它顺利发泡成薄薄一层 足以隔热 又不会因为高温散发有毒物质 花八年研发 再花一年多的时间 跑一百多个国家注册 纸杯身上有好几个专利 生产线未来要设在全球各地 但防烫绒布质感的商业机密 全锁在台湾这间小房间 把研发留在台湾 市场则指向全世界 希望人手一杯 MIT的骄傲 TVB新闻黄建国林伟龙台北报道 就如同纸杯一般 即使是平凡的生活用品 只要注入创意 并且让技术升级的话 它也可以变得不平凡 家家户户都有的 木地板也是如此 梅林台湾的木地板 有什么样稀奇呢 它的确有很多的独特跟过人之处 并且还是台湾第一家 取得木业MIT标章的公司 包括了鼎鼎大名的几项建筑物 美国五角大厦 杜拜塔都是用它的地板 经过层层关卡 木地板进入最后流程 涂装线 从油漆地到奈米远红外线处理 三分钟搞定 这里是台湾最大的木地板生产公司 一年销出五千万片地板 百分之九十到欧美国家和日本 木地板中加入远红外线 右手接触木地板 左手末梢血管 血流速度和血管粗细 都比没有接触的时候更明显 业者宣称能帮助血液循环 还有这些透光的木地板 两三百年前 曾经是美国某间教堂 仿制厂或是公家机关的一部分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在北卡跟南卡这些地方 它的建筑物保留的是最完整 所以历史最悠久的这些建筑物 也都是在这个地方拆下来的 别人不要的老木头 公司买回来 加工做成木地板 上面大大小小的黑点都是钉痕 充满历史印记 美国人特别喜欢 二十年前 苏正义二十七岁 创业当老板 九二一地震隔年 公司销售全部转移到海外 营收从一年1.5亿 冲到7亿 包括美国五角大厦 杜拜塔 香港九龙摩天大厦 还有日本韩国的百货商场 都用它的MIT木地板 各地区的这个温湿度 也都不太一样 木材的这样的含水力的参数 所以需要 就是由我们自己 亲自的来管控这个品质 苏正义坚持一地制造全球行销 获得全国第一张木业MIT标章 和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 因为大陆低价竞争 它没有随波逐流 反而提高产品附加价值 有红外线木地板之外 又陆续开发木鞋和木饼 这类消费性商品 要进攻大陆市场 MIT的优良产品深入在我们生活的各项小细节当中 不说就连休闲运动产业 也可以看到很多Made in Taiwan的影子 其中我们就先来看看这种环保球衣 但它如何环保呢 其实这是台湾的纺织业者 跟国际知名的运动品牌合作 所生产的特制环保球衣 很简单的来说 它的材料其实原本是回收宝特瓶的 然后再制成纱线 制造环保纱种 再把这个薄膜夹在布料上 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这样的布料 穿起来稀释排汗又柔软 非常的适合运动员 包括了我们所熟悉的台湾之光 林舒豪 还有网球场上的漂亮甜心沙拉波瓦 以及巴西国家足球代表队 穿的都是台湾厂商 研发设计的球衣 2002年市足赛 巴西国家足球队一路勇闯夺下冠军 球员们身上穿的黄色球衣来自台湾 一cc的水 从液体变成气体的时候 它吸收环境中580卡路里的热 我们叫做气化热 这个和我们西式排案的衣服一样 台湾这间纺织制造商两到三成 使用宝特瓶回收再制纱线 研发各种环保纱种 还获得绿工厂双认证 被许多知名运动品牌向重合作生产 从网球贴心沙拉波瓦身上的景深球衣 还有世界球王费德勒 到林书豪身上这款三成软壳衣 都是他们的杰作 汗气跑出来 透过这个气孔跑出来 球衣又能顺应球员场上汗如雨下 衣服就像是要会呼吸 因此布料研发 讲求实验精神 每片布沾沿上被视为机密技术的薄膜 得放在750倍以上的显微镜下 观察水被吸入后 布面断层 孔隙厚度变化 确保技术更流台湾 业者每年花营业额4% 投入研发 从原料夹碾 织布 燃枕到后加工防水抗菌 坚持一贯作业 这家在地经营25年的纺织业 结合永续经营概念 开发环保材质 多功能球衣 跨足网球 篮球到足球 虽然球员们穿着MIT的球衣 在每场国际球赛中的亮眼表现 也让世界看见台湾品牌 创造力 Tips新闻 顾首唱真理员台南报道 运动选手穿着MIT的球衣 在运动场上群绳 而其实在我们所熟悉的 高手云集的美国大联盟 您知道吗 在这里我们看到比赛用的户具 将近一半也通通都是来自台湾 而且这个企业主 他的创业过程 其实相当的戏剧化 原本是一个农夫 后来转行做皮带 然后又因缘际会的 接到了1比4000美元的订单 30年前他投身开始做户具 靠着高度的客制化 以及快速出货 现在的他 早已经成功的打入美国市场 工人的手没有停过 一阵一线将户具仔细缝制好 动作首领又精准 拼速度赶出货 全部都要送到美国 给大联盟求新使用 做户具做到上万美国观众 全部起立之敬 73岁的陈老板讲到这顿往事 依旧相当得意 但想做美国大联盟的生意 得靠真本市 早上下单的时候 Email下单的时候 然后我们到我们仓库领料 再加工 然后下午3点钟 那个飞机就来提出来 72小时内就可以出货 速度快掉 让其他对手望尘莫及 棒中户具模组化 从里到外都方便穿脱 配合美国大联盟30支球队 完全客制化 一套捕手户具 可以做出200多种颜色 最上面的底端的部分 它需要是白色 它就会给它白色的部分 那如果它在中断 它这个镜骨的这个部分 它需要的是白色或是深蓝色 它会依它的颜色来配合 美国大联盟户具市场庞大 总共有8家厂商竞争 陈前方从中夺得43%的市占率 却没有一半球迷 可以看到台湾制造的户具 在球场上曝光 红华队传奇捕手 Jason Veretnick 穿在身上的红色护具 就是出自台湾制造 回想来时路 真的走得峰回路转 过去曾经务农 但感慨农夫 得看老天脸色吃饭 不愿受到限制 到43岁才决定中年转行 改做起制造皮带的生意 品质受到美商青睐 又从柔软皮带 改做硬邦邦的护具 成为这家美商海外 唯一的制造商 靠着不服输的创意 让美国职棒的超级球星 带着台湾制造的护具 在球场上一起拼战 TVBS新闻 诗学员谢孟哲 新北市报道 其实台湾制的体育相关用品的品质 非常精良 在国际之间早已经是名文侠尔了 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健身器材 全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的健身器材 王国其实就坐落在台湾的大渡山区 而创办人其实也是转业的 罗坤全先生 其实他原本是一个老师 他也曾经成功的考上公务员 不过这些铁饭碗 他都放弃了选择自行创业 并且他也把校园当中所谓的纪律跟管理 放入他的企业经营理念当中 靠着这样的管理模式 从一个哑铃做到现在是全球第三大的健身器材王国 他的跑步机早已经跑向全世界 生产线上一步又一步机台挂上跑带锁上螺丝 跑步机陆续组装成型 组装号马上测试运转功能填写记录 接着还要立刻送进静音室 做宁静度检测 传动系统它噪音的一个量测 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希望是一种是享受 享受那种运动的乐趣 而不是有一些噪音的干扰 这一个不算大的厂房 隐身在台中市大渡山区 却是目前全球第三亚洲第一大的健身器材公司 带领MIT品牌 行销全球的就是他 集团创办人罗昆泉 用你的身材来卖我们的器材 这样大家才会相信 曾经当过老师也考上海关 但罗昆泉却选择放弃铁饭丸 走上双业之路 1975年他接下人生中的第一笔订单 帮外商公司生产雅铃 当年盖出来的小工厂 就是现在健身集团的发源地 跟着罗昆泉在厂区绕一圈 不难发现到处都填满标语 跟标准作业程序 他强调的有管理有纪律跟效率 让他的公司在38年内 一路从代工到自行创立品牌 成为全球第三大集团 2012年营业额超过151台币 市占率将近10% 像水果这一支 把我们的生产跟美国的行销 结合在一起 这样才会成功 除了台湾 健身集团也在大陆美国设厂 世界各地分工生产节省成本 由总公司掌握跑步机马达 操作面板的关键技术 维持品牌竞争力 也许你不知道为了爱 跑过了这么多的路 除了生产健身器材 罗昆泉也大手笔拍摄企业形象广告 建立品牌形象 即使高龄70多岁 还是坚持每天在跑步机上 健走30分钟 用他强调的拿身材 卖器材的健康概念 让IT跑步机继续跑向全世界 不只现在全世界的健身房里头 都可以看到台湾制的影子 就连海边的沙滩车 也有许许多多都是来自于台湾 但其实这是一段非常艰困的创业过程 刚开始是生产速克达的公司 要进军欧洲的时候 遇到了大陆的低价竞争 业者在这个时候转个念头 花了一年的时间决定转型 他们看到的就是休闲娱乐产业 即将到来的蓬勃发展景象 也因此当机立断的花了一年的时间 转型改生产沙滩车 也是因为凭着对于品质的坚持 在200cc以下集聚连续拿下了好几年的北美销售冠军 现在包括了在北美在欧洲 都有很多死忠的支持者 国外常见的沙滩车 很多人不知道有许多都是台湾生产制造的 而台南山上区这间工厂呢 更是包办了北美200cc以下 集数的销售冠军 一下子急扎甩尾 一下子家族玛丽奔驰 测试人员挑战这部沙滩车极限 背着MIT台湾制造的招牌 品质可不能马虎 整部沙滩车从引擎零件生产制造 到组装测试 全都在国内完成 为了维持品质 业者还花了6000万 打造实验室 所有动力 噪音 排气等数据 都能自行完成测试 整个测试的系统的话 你在外面都有不可控的因素 对 那如果再以这个动力系统的话 它可以准确度相当高 这些工厂十几年前成立时 原本要生产速格达外交欧洲 没想到一开始 就遇到大陆低价策略竞争 经营团队只能断尾求生 寻找替代商品 我要寻求另外一种产品来持续公司的发展 所以当时候那个北美市场有ATV这个新的产品 短短三年 生产的沙滩车就在欧美打出口碑 还连续好几年 在北美市场拿下200cc以下的销售冠军 2011年出口金额突破12亿元 近年来更绝赌重来 希望凭借速格达征服海外市场 这次周杰伦担任主角的三轮机车广告 让国人终于有机会 认识这个在海外发光的台湾品牌 业者在08年金融海啸后 用公司五分之一人力 转供技术性高的高阶速格达 要继续插辆MIT招牌 夏日的休闲活动有MIT的沙滩车 同时也可以享用台湾独有口味的雪花冰 真的很难想象吧 一碗雪花冰可以从南台湾的高雄出发 现在卖到全世界的21个国家 这家店其实当初开立到现在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 那个时候靠着创意 创造出了现在我们很熟悉的 这蓬松又口感绵密的雪花冰 但它最大的特色还不是冰品的本身 还有台湾相当美味的水果加持 这也使得现在全世界都有人捧着银子 要来跟它合作 圆柱形的冰砖色彩缤纷 绿色的是抹茶 橘色的是哈密瓜 在机器的活动下变成了片片雪花 穿上了粉红色的围裙 雪花冰的创始人 今年已经63岁的高文婉 自己动手制冰摆盘 雪花堆的像作小生 炸上了可可粉 最后在点缀上筋箔 这道冰品叫做法国提拉米苏 高文婉卖冰卖了40几年 现在全世界有21个国家 吃得到它的雪花冰 以前的它从来没想过 它自创的冰品 有一天会有这样的规模 背着MIT的招牌 被外国人当作宝 那个外销已经超过八成了 台湾剩下十几% 原本只是大辽乡间的家族企业 如今雪花冰砖走向了全世界 除了欧洲以外 它的冰品遍及了亚洲 美洲 大洋洲 和非洲 雪花冰中最受欢迎的就是爱我芒果 牛奶 荔枝和哈密瓜 尽管这四种口味几乎在各国都能够吃得开 但是为了兼顾更多的客群 克服不同喜好 高文婉还另外研发了十多种口味 像是榴莲 百香果和凤梨等等 而最后调整一下甜度就大功告成 沙尔地阿拉伯 吃到24度 那我们一般现在在台湾吃的 17度 印尼要21度22度 一年生产一万个雪花冰砖 曾经有客户以为 只要买下了工厂机器 就可以制作出好吃的雪花冰 如果有这么容易被取代 高文婉今天也做不了跨国际的生意 因此国外迟迟没有办法设立工厂 主要就是因为台湾高品质的水果无可取代 而高文婉最爱讲的一句话就是 假便高宾又靠着爱交朋友的热情 让台湾的兵品扬名四大洲 台湾的饮食文化相当的多元 不管是百年老店还是创新口味 总是经常可以给大家新的惊喜 并且在国际之间也创下不俗的成绩 接下来的这两个类子要带您看的正是 一家是百年老店的桂圆蛋糕 另外一家则是一个月可以热卖四万多个的吐司甜点 进军大陆市场的时候 他们都遇到了一些技术的困境 不过靠着毅力突破了这样的障碍之后 现在已经在大陆市场站稳脚步 号称台湾甜点界的精品 素材是半条白吐司 就像素颜的邻家女孩被画上舞台装 售价跟着翻五倍 三年内开了期间分店 招牌甜点 单月销量四万五千个 现在挺进大陆上海 创意发想者是他 高球场千斤杨秀荣 把小时候在日本吃到的难忘滋味 变成投资餐饮业的主力商品 挑战一级战区上海 将台湾的三个坚持带过去 利用周边商品 杯子 围裙 充电器 充高曝光度 每家分店各有限定款 为了迎合大陆民众的饮食习惯 闲的餐点稍微多过甜点 不同的餐厅里面去用餐 会每个礼拜一我们都会做检讨会 我们去检讨我们的食品 我们去改进 因为又不是机器 有时候做出来的东西 当然是会 有时候会有状况 同样享用甜蜜公式征服对岸掏客 还有彰化这家桂园蛋糕老店 帮桂园干做SPA 用乳酸饮料泡澡 搅拌加温替桂园干制造湿润口感 百年老店跨海做生意 老板从原料一一确认品质 闻过再试吃 做法跟开卖的第一天一样 七年前进军大陆江苏 招牌桂园蛋糕 因错阳叉 变成三家分店的配角 因为大陆桂园干做不出台湾味 减少用料行不通 只能做少一点 集中生智 反而营造限量感 要贵的人 国人要做什么行李里 其中就有一个行李 就是贵桂园干贵 传统的高柄老店 时尚新潮的甜吐司 各自发展出一套 出征海外的作战策略 台湾企业评审国际 总有许多打动人心的故事 接下来这个故事的主角 是一对黑手兄弟 其实过去在工厂当学徒的时候 他们就不只是专注于眼前的事物 而是看到了 那个时候大型包装机械的市场 应该是前景看好的 于是着手创业 在结束了日本的代理之后 他们精益求精的四处去观摩学习 终于靠着毅力研发出独特设计 现在在台湾拥有高达九成的市占率 在全国际之间 营业额更可以达到八亿元 工厂里输送带每分钟跑三百公尺 自动凝贴纸盒的机器 一天最多有五十万个生产量 头为两端 只靠三名员工 女性朋友保养肌肤的面膜纸盒 便利超商买的微波便当盒 和容纳手机的纸盒 原来第一眼吸引消费者的外表 都是这些机器做的 创办公司的兄弟俩只有小学毕业 年轻时都是工厂学徒 四十五年前看准商机 先从日本引进器材当代理商 结束代理后为了自创品牌 拍下机械照片 一个人按照相片绘图 一个想尽办法把零件做出来 再组装测试 还不断出国学习国外技术 如今拥有二十人的研发团队 印刷的东西 那一些痕啊 一些纸痕的东西 你如果有一点误差 你一看它就不对称了 标准的误差是在0.1mm 不只兼顾品质 售后服务也很重要 每个重达十多吨 由三千多个零件组装而成的机组 如果坏了客户只要抄下 零件表面的雷射编号 就能立刻叫货更换 技术不断求新求变 因此获得德国厂商青睐 委托制造千万烫金机 为了增加知名度 包含美国 英国 日本 德国 四年一度的国际印刷展 团队从不缺席 性能上面 还有在它的一些品质上面 做一些更好的一个提升 在台湾拥有九成市占率 全世界还有十个代理商 外销产品弹扎根台湾 耗资上亿打造了五千瓶厂房 要让在这生产的包装机 和全世界纸盒产业紧紧相连 TVB宣传媒编韩上轮 新北市报道 靠着创意出头天的 还有电脑代工大厂 也跨足去生产文具精品 因为浓浓的文创味 使得他们现在在国际之间 大方异彩 还登上了法国最古老的 精品百货 还有英国的礼品排行榜 文具 皮件 大丸 精品风 登上全球最古老百货 进驻法国 LV集团贵妇购物中心 能登上欧洲顶级百货的 这些精品 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小小的 这个打样式出去的 而这个背后的生产者 还是电脑代工大厂 皮革设计师专注眼前 车工策划着线条 什么样的皮件 适合什么样的皮质部位 最高规格挑选 走出代工之路 跨出3C半筹 眼前精品文具 更让人眼睛一亮 宛如主持般的变形台灯 扬机处理 红轴法司 细致金属纹理的表面处理 机电整合 线技术 电子技术和结构设计 重型外观 触控感应 切换电源 至于定书机 LED线形光源定外功能 手电筒梦中足幻化而成 科技界普遍而惯用的技术 在精品世界中 成了最擅长优势 结合台湾族 国际间 规见东方文化 南投足衫带地用料 具有去膛防虫度 烟熏工法 独自成了足碳 精密12道工法 代工大厂 再次印证科技优势 把量的量能跟产能 能够透过机构的设计 让它变得容易开模 或是说利用CNC的技术呢 能够让这个产品的精致度增加 有一个磁铁 小地方看得出巧思 偷出传统的逛工室 磁铁也能有这种应用 创新随处看得到 精品系列登上国际舞台 除了进军法国 会不摆脱 又拿下英国知名月刊 最佳圣诞礼物 前十迷 未来我们会继续炒着欧洲 美国 以及中国的市场 继续前进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精品发展的技术 回馈到本业 在工生华为设计服务 精品发展仅仅不到两年 唯一一场国际展览 却让它们在国际间发光 与其说是特殊行销手法 不如说是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分钟 过去IT产业的基础 秉持原有技术 不荒废精神 在后PC时代多元发展 为IT产业创造出 台湾的创意跟潜力 都是难以想象的 稍后要带你看的是 夜市的 MIT征战路 我们要持续从道地的台湾位出发 在台湾的夜市当中 或者是路边摊 随处可见的鲁味 您能够想象 它也可以行销到全世界 至少30个国家吗 其实说起来 这还算是无心插流呢 因为这一位老板娘 本来只是在路边摆摊 一边卖鲁味 一边照顾小孩 但是后来这工作越做越大 变了是开工厂 然后规模甚至扩展 从台湾到海外 靠的就是真空包装 现在台湾的鲁味产品行销到 欧洲 澳洲 东南亚 全部都是它的事业版图 甚至于在金融海啸期间 它的营业额成长率 还是百分之百 当为117度的鲁汁熬煮 起锅的铁弹 欧金欧金还已经杀过菌 鸡爪甜不辣 也有浓厚香气 咬下去带点嚼劲 就连包装也不马虎 口罩 无成衣手套 完整配备才能进到生产线 一切真空处理 因为这些都是MIT 要销往国外的金鸡母 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它的限制 他们结议官来到我们的工厂 实地看我们的生产线 那没有问题 它就会核发我们的输出许可 想把东西销出国可没这么容易 业者说除了口味要好吃 取得认证的过程最难 也让厂房有真空杀菌的包装设备 还得一路冷藏配送 让东西不因为环境因素走了位 光这一点成本就多两成 整套高标准的产销流程 让高职毕业的它吃足苦头 20年前它只是家庭主妇 5000块买了摊味和卤味 做小生意赚奶粉钱 子女长大才动了开工厂的念头 这一转念 摊商变高雄市主要卤味供应厂 再跟着外贸协会到世界各地参展 建立品牌 欧洲 澳洲 纽西兰 甚至东南亚 香港 都是外销版图 每年业绩上益 还在金融海啸 创下百分之百成长率的好成绩 回家国家的话 因为它的生产线 是不能够有猪肉的 某些部分是适合回家国家的 就做专属的生产线 不过各国口味 生产线跟配方都得调整 不让自家卤味 只在海外发光 陈女士还成立卤味博物馆 让民众了解 这种过程 要把家乡的根源留住 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 只要是这种传承文化的话 我觉得都还蛮忙的这样子 专着海外三十几国 陈女士用一摊卤味打天下 压着滑水二十年成的跨国企业老板 娇小身躯还有雄心壮志 就是让台湾鲁味在更多国家开支散业 要调试鲁味少不了品质优良的酱油 而纯手工酿造的本土黑豆酱油 当然就产值的规模来说 是没有办法跟工厂大量制造的 黄豆酱油相比的 不过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利器点 做出市场区隔 这一家台湾百年品牌的本土酱油 因此转工的是顶级礼品的市场 让酱油的身价翻涨十倍不说 现在包括了每家日本大陆市场 它们可都是炙手可热的MIT产品 每分钟装填二十五瓶 酱油几乎加加油 熄罗的黑豆台式酱油 却创造翻涨十倍身价 关键在保留台湾制造 传统手工 巧劲分动每筛进二十公斤黑豆 全味降温 不同于市面上主流品牌 机器大量生产 发酵用少见老酱钢 师傅定期关心 才酿得出酱汁 透过层层白布崖炸 酱油原汁像小河般流出 即使是手工弄式酱油 品管照样很科学 市管里是酱油原汁 用灯光比对色号 数字由少到多 代表颜色从深到浅 颜度同样用仪器 精密监控 因为全关系到 制成礼品后的外销表现 刚刚就是以单一产品去的话 销量就不会 没办法推动出去 一分之下 调查这个市场 他说原来这个口味上 因为各个地方的口味不一样 去做是各个地方 克制化商品 克制口味一世在世 但百年品牌 跨足礼品市场眼光 其实比想象中早很多 这样顶多一个家庭 顶多两三瓶 一个月 如果有四个朋友的话 那就可能都要买十分的 所以它的市场就 增大了 50年前就把酱油送到日本 设计成礼盒包装 再用50年时间 前进美加 东南亚 甚至中东 价格水涨船高 大陆当地酱油 每贯平均 五元人民币 他们定价 一百五十元人民币 到了日本 比当地酱油 每贯平均一千日元 再贵五百 卖一千五百日元 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等级的表示 我们都会更加的去分类 包装第一印象好 才能吸引客户 常味道 颠覆过去酱油 必用的黑色系 走优雅风 许多外国客人 指定的台湾字样 更是随处可见 当初只是想跟台湾 普遍使用 市占率高的 黄豆酱油大厂 做区隔 转走高价市场 却意外发现 酱油产量中 只占百分之三十的 手工黑豆 能冲出百分之五十的 营业额 让小额美的 百年酱油品牌 找到新蓝海 说来这台湾 既不是原料的输出国 同时生产成本 也不算低 那么我们的产业优势 何在呢 当然此时 软实力就显得 格外的重要 继续要带您看的 就是MIT的服务 你今天要的咖啡一杯 然后还有可乐一杯 大荧幕点过饮料之后 客人开始有得忙了 台湾本土汽车品牌 赏车不是厌务的独角戏 本节目邀请您 一同体验虚拟路况试程 你小姐帮我踩刹车 打一下阿当好吗 独创3D情境剧 搭配驾驶座上 同步操作 更有临场感 互动模式锁定客人的注意力 你会发现我们可以瞄准它 帮我按下拍照的按钮 像这样的生活馆 随着在全球拓展销售据点 走出台湾 复制到大陆 越南辽国 多米尼加 汽车并非台湾制造业强项 但业者希望以超乎预期服务 作为进军国外的胜出关键 你有时候在这边的话 你就把它点选它 它就会放大 有提供消毒过的耳机 对 所以说您可以安心的使用 当其他国外品牌 提供影音设备 让车主在维修保障时上网看电视 本土汽车品牌多了及时影像 让车主掌握进度 管理大师彼得多拉克名言 服务经济将取代制造经济 在台湾得到印证 根据经济部2012年创新企业调查 台湾5000大企业经理人票选 将客户满意度摆在第一位 更胜于追求营收成长和利润 如果顾客不来 那同仁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那股东就更赚不到钱 所以我们是倒过来想人 就是顾客大于同仁 同仁大于股东 客人当恩人 恩人到你家 你有没有说把他赶走了 或者恩人有什么需求 你跟他说no的 当然没有 我们几乎所有的同仁 都不会跟客人说no 本土餐饮集团版图 283家分店横跨两岸 前年进军曼谷 迈向国际化 经营多品牌同时 耗费最多成本在培养顾客关系 累积征战国际丰富经验 但胜意强调 把台湾人热情好客 转为专业服务 确实是MIT强项 亲切中有专业 亲切中就是你的 室客化 就是你的用心 但是要在这个SOP的范围 董事长带头 把客人厕所当自家马桶刷 这地点在大陆 但发源是在台湾 这家创立60年的台湾茶叶品牌 连开160一家连锁店 卖茶更卖服务 使用者为中心成为趋势 服务经济起飞 引领台湾产业走向世界舞台 MIT现在不但是迈向国际 甚至走进了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 MIT征战路 我们继续要带您看的 就是MIT的产品 不只是迈向国际 甚至于成功地走进了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当中 今年的奥斯卡打败了国际知名大厂 成为典礼指定伴手礼的正式台湾品牌的行李箱 灰色提带出现在奥斯卡典礼来宾手上 从派特的幸福剧本 饰演母亲的甲鸡为佛 雅果出任务演员 到少年拍编剧 里头其实是可折点行李箱 品牌来自台湾 折下来差不多有省了 大概有45% 目标是50% 场景回到国内 不能坐着开会 这群设计师每次都得围着行李箱 从头到尾解构 这边最重要的是没有问题 提拔底下隔板 从传统一片式变两片式 就能直接折起来 减少收纳行李箱时 不必要的空间浪费 但受到奥斯卡奖主办单位 青睐的还有外形 拉链里藏玄机 传统行李箱有拉杆把手 新MIT行李箱拉杆把手不见了 拉链头改成皮质 相对时尚 平常是提带 出国立刻能当行李箱 OEM你是替你要坐驾 当初我们在做 我们自己在设计东西 我觉得在美国都可以卖 那我想既然能卖 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做 几十年前 一帮外国品牌代工女包起家 当同业受成本影响 考虑出走 他们却选择跟流台湾 设计部门三十年来 始终如一 不用外国设计师 诠释有默契的台湾人才 更得知道市场在哪里 从纽约这边先开始 先铺路 铺路完以后 接下来欧洲 然后最后到台湾 全球行李箱皮剑市场超过六百亿美元 台湾出口破一亿两千五百万 美国是全球市场中占比第一 产值破三百亿 让他们决定品牌从纽约出发 没想到才上市 就被多个全球知名商旅杂志报道 打败大品牌竞争者 入选奥斯卡办手里 成为从国外 宏回台湾的MIT品牌 产业外移 其实是许多台湾的传统产业 曾经共同面临过的困境 但往往危机也是转机 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是缝纫机 上连件穿螺丝 安装IT版 半裸的缝纫机 在穿上新衣前 得不停的测试 空间检查 机械环动的顺畅度 还要看新车头 车出来的缝线是否断线跳针 小气节部一漏 严格法官 这是欧美品牌家用缝纫机 只是这机器的生产组装道研发 其实全是MIT 台湾代工 瑞士中高阶机种 或是每日知名品牌 圣家兄弟牌缝纫机 都向这家台中的 传统机械厂下单 全球家用的缝纫机 年产量约900万台 这家台湾代工厂 光去年就生产了270万台 占全球产量的三成 打败的日本大厂 产能称霸全球 成为家用缝纫机的代工龙头 你家倒闭以后 真心就是借由这个机会 接手它的研发跟业务 不做自由品牌 专心把代工做好 因为看太多的失败案例 一路从小工厂 要升国际大厂 过程很辛苦 足足花了43个年头 却打造垂直整合的生产线 成功降低生产成本 没有品牌支撑 却拥有两成以上的毛利 合作的日本品牌厂倒闭 虽然订单大受冲击 但危机也是转机 当时董事长立刻高薪挖角 日本研发部门主管入股 同时官场卖地 筹措1900万 疏解资金压力 要跑3点半 一下订单没有 然后资金不足 所以不得不把 另外一个厂把它卖掉 筹措资金 有了钱 也有了研发技术当后盾 再加上接到欧洲品牌大单 带来的后续效益更惊人 那个品牌呢 就把他的研发的 技术人员派到我们工厂来铸厂 让我们整个研发 跟生产的技术 一直往上提 产量品质双双升级 大受欧美品牌厂的信赖 研发技术更流台湾 专做中高阶机种 另外在大陆越南两地设厂 专攻一阶机种 这种品牌按并不动 但代工则产现整齐 还是能让MIT的缝纫机 缝片全世界 现在的近视族特别的多 而您知道吗 全球第五大的隐形眼镜制造商 其实也来自 万一持续锁定MIT征战录 有些产品在我们的刻板印象当中 是不容易联想到台湾的 例如说隐形眼镜 好像都是国外的品牌 但其实全球前五大的隐形眼镜 制造商之一 就是MED IN TAIWAN 就是来自台湾的 刚开始的时候 国际的竞争让他们难以生存 不过后来找到了自己的优点 包括了日炮隐形眼镜 还有彩色镜片 终于站稳脚步 眼睛睁大 睁大 睁大 两只眼睛又睁大 努力睁大眼睛 要把隐形眼镜戴上 没有近视却来配隐形眼镜 却因为要参加朋友婚礼 想靠着放大片 让自己看起来更出色 因为我们隐形眼镜 有出蛮多种颜色的 他们会希望在不同的场合 佩戴不同的隐形眼镜 然后来凸显他眼睛的特色 将镜片上色 原本隐形的镜片多了不同色彩 隐形眼镜不在隐形 成为让个人更亮眼的配件 当镜片成为配件 联媒金色的族群也成为目标 开发出零度的彩色镜片 打开新的市场 以全球市场来讲 以到去年为止 我们就用销售的一个角度 销售金额的一个角度来讲 在全球市场应该在2%左右 深耕台湾27年也经营自主品牌 一开始遭到国际大厂夹击 自主品牌始终无法打开市场 但镜片品质做工良好 获得青睐 转而经营代工市场 外交到欧洲 日本和美国 代工超过100多个品牌 全是台湾制造 经过一番沉浅 机会终于上门 其实随着锁的 然后还有大厂的一个行销 它是慢慢转到 就是说日炮市 市场风向转变 日炮市以现金成本逐渐降低 获得使用者的喜爱 当原本经营代工生意的他们 定单爆量成长 机会当前决定让自由品牌发挥 乘着这波趋势又花了十年 成为全球第五大隐形眼镜制造商 一年生产四一片隐形眼镜 包了像张纸的镜片堆叠起来 高度却相当于两栋半台北101大楼 而且产量还在不断增长 想成功得先蹲后跳 厂商不断精进自身技术 终于让MIT隐形眼镜 成功在国际市场站稳脚步 TVBS新闻事学员谢孟哲 新北市报道 谢谢您收看这一集的MIT征战录 更多激励人心的故事 我们将会持续的为您追踪报道 再会 MIT径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